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从今天开始呢 咱们再做一个VUE的进阶课程啊 因为以前我做过VUE的初级入门课程 感觉大家反应还是不错啊 所以说呢 我接着再做一个进阶课程 好 那咱们来学习一下啊 首先看一下概要 首先说什么是VUE.js 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了 在这我还是给这个初学者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大家看我这定义啊 VUE.js呢 它是一套用于构建用户界面的渐进式框架 大家请看渐进式 现在只要是新框架都加上渐进式progressive 是吧 这已表示我是最先进的框架啊 好咱们再看 VUE的核心库呢 它只关心试图层 它不关心数据库哦 它呢不仅于上手 而且还便于与第三方库进行整合 前两年我用VUE的时候吧 还不像说像现在有这么多第三方库 现在大家一看 哦 这VUE好使 然后都为VUE呢开发第三方的库 所以说呢 现在这个VUE的社区也是非常的强大 今后呢也是非常有发展前途啊 好咱们再看啊 另一方面 刚才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它呢与当代现代工具链呢 以及各种支持库呢 结合使用 VUE呢也能够完全开发复杂的单页应用程序 其实非常好啊 因为我现在用这个VUE自己呢 也做过一些这个reader 像以前这个Googlereader 它后来不是关闭了吗 用这个VUE完全可以模拟出来这个Googlereader的写法 非常方便 比如说 你想做个Gmail 这个网页版 没有问题啊 用VUE招拉可以做 因为这个Gmail 以前是用招拉教本写 后来不都赶上用Angular写吗 既然Angular能写 那咱们用VUE也能写啊 好 咱们再往下看啊 类似框架 VUE它不光说是一枝独秀 还有好多类似框架 这其实您可能都知道嘛 一个是Angular 一个是React 这是Facebook出的 这是Google出的 这是两个VUE的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啊 说竞争也行 说互补也行 但是代码量来说 VUE呢 比Angular要少 然后呢 可读性来说 VUE呢 比React呢 要精 所以我说 通过这个代码量和这个可读性来说 这三个框架 您优先学谁 就学VUE嘛 对不对 当然还有好多其他的框架 我就不给您介绍了 接下来 这个呢 是VUE的官网 咱们简单看一下 它提供了多语言 好 这是我的官网 看啊 这是多语言 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呢 其实有非常详细的这个帮助文件 这个有兴趣方法 可以看一下 生态系统 大家请看 它有这么多的第三方的组件 非常的不错 好 今天咱们不是说到官网 咱往下看 这次我这个课程呢 想使用的VUE的版本呢 是2.5.x 这应该是它的最新版本了 现在我是用 我现在做这个课程时间是2018年的4月份 现在目前的是最新的版本 你说以后出3.0怎么办 出3.0 那我再做进阶课程2吧 好吧 好 咱们再看啊 我这课程 我是做了一个计划 我准备覆盖些什么内容 咱们看啊 首先呢 是CLI 因为我做第一套课程的时候呢 仅仅是基于这浏览器给您讲解 如何用VUE进行开发 其实VUE更强大的地方是 它基于这个命令行开发 我这套课程呢 重点讲解命令行 以命令行的方式呢 做各种各样的应用 好 接下来 还有一个这个VUE router 这个叫什么路由框架 我在做上级课程的时候呢 应该说是我这个初级入门课程的时候呢 没有讲到router 那咱们放到这个进阶课程讲 另外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VUEX 状态管理 这个其实以前有好多朋友留言说 这个小马哥我讲讲这个状态管理吧 这什么意思我不懂 这套课程呢 我会给您讲到 你不要着急 咱都会讲到啊 接下来 动画效果 因为这动画效果 我应该是放到这个初级课程里边说 当时做这个初级课程 做了三十多期 没有讲动画 那是咱们这期吧 在纪念课程里边呢 讲讲动画 动画其实不是很重要 但是呢 作为知识点呢 你应该了解 所以我呢 准备在这进阶课程中啊 覆盖这些个知识点啊 希望您能够喜欢 好 咱们看一下 我学我这套课程的基础知识啊 什么知识 大家请看啊 首先说 炸蜡胶本您要会 或者说ES6会是更好啊 因为现在来说 现在来说 VUE2.0的最新版本 都是很多 应该说大部分吧 都是基于ES6进行开发 所以说您不会ES6语法 几乎没法学这个课程啊 不过没关系 ES6呢 小马已经做了一套专门的视频 您可以看我那套视频啊 专门讲解ES6的语法 其实很简单 不难啊 放心 另外呢 您要会这个HTML的知识 当然了 您说要会一个CSS3 那就更好了 稍等 我真弄错了 不好意思啊 我还选关闭了 您要是再会一个CS3 那就更好 OK 另外 您还需要具备一个基础知识 什么知识 小马VUE课程的第一季 这是我的一个入门教育课程啊 您最好能够看一下我那个课程 然后再看这个进阶 对您学VUE呢 非常有好处啊 这课程在哪里 不是有官网啊 就在这个网址 我考过来 咱们看一下 这些是我的自个建立个人主页嘛 这是VUE的第一套课程 我呢 推荐您呢 能够把它看一下 做个简单的了解 然后呢 咱们再学进阶 我大概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32套视频 估计您通过我这32套视频 看起来之后呢 应该对VUE的最基本的使用呢 应该是有一个大带了解 好 接下来 咱们再看我这个进阶课程 所使用的开发工具 没说的 一般我用课程 一般我这个做课程 隆重推出 VSS VS Code 这个是Microsoft推荐的一个 这个开发的一个免费的 VS Code的版本 它用它编代码的话 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没有之一 反正我现在不管做课程 还是自己的在工作中开发 都是用它 非常的方便 当然Java我还是用其他的工具 一个例子 一个例子用手 应该用intelligence 用多 而这Java 这是另外的话题 另外 Brackets 包括Atom 这是Mac Windows下 都有的一些工具 也推荐给您 比如说 我在我公司开发时候 其中一台虚拟机 这个VS Code 死活就是特别慢 那怎么办 我呢就用Bracket 或者用Atom 都可以 我用是Bracket 也无所谓 其实按理说 一般的这个VS Code 不挑环境 万一它启动不起来的时候 您还可以使用 这两个备选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个VS Code 是多说一句 它是基于 None.js的核心 进行的开发 好像速度上 有一点慢 所以说 如果跑在虚拟机里面的话 可能会稍微有点慢 有这个问题 好 那咱们再看 浏览器 没说的 推荐您使用Chrome 这是我隆重推荐 隆重推荐 我相信您 肯定也是在用Chrome 对不对 好 另外呢 火狐 包括IE Edge 也都没有问题 其他浏览器呢 包括这个Safari 应该也没问题 我这敲上吧 因为Safari Mark的朋友 肯定用Safari 用比较多嘛 对吧 Safari最新版本 也是没有问题 然后我这课程的计划 我再给您说一下 和我其他的视频 是完全的一样 每个视频呢 咱们只做一个知识点 让您能够完全掌握 让这个视频的时间呢 控制在5到10分钟 以前想控制在3分钟 结果不行 总抄 那干脆5到10分钟 咱们来做一个知识点 另外呢 我的这个原代码 和其他课程一样 也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供您呢 免费下载参照 没有问题 我的课程通通不收费 然后下面是我的官网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我里面还有很多其他课程 也推荐您 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 这个是我VOE2的 进阶课程的第一期 从下期开始呢 咱们正式进入 进阶课程学习 好 那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